台灣社會存在的一個平行時空 一方面我們媒體很焦慮於在提醒民眾 《2027台海中續運轉》 台灣現在也要做好作戰準備了嗎? 當然是啊! 《2027年、2035年》 一方面我們有淡定的老百姓對戰爭無感 台灣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還是照常生活、照常玩樂、照常吃、喝 我倒覺得是媒體比較緊張耶 本來也沒什麼感覺啊 媒體就這樣子播放播放 過去兩年有人說台灣是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 全世界都在看台灣會不會在《2027》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Polow時來台灣的那陣子 台灣更是攻佔國際媒體版面 中共從中國飛了無力的也是逆行 這是 Action的說明是中國可以再次陪人大藏 不再次陪人大藏? A invasion of Taiwan 會導致第三個世界的戰爭 czp 我真的在心急 我真的心裡不停,我都在睡覺 外國人緊張到失眠 尷尬的是 接待居然同一時間 前來最前線的馬祖民眾 即興歡樂地在開泡泡派對 音符媒体就为此下了一个标题 台湾民众用party 而非panic 应对中国军事恫吓 里面还引用欧洲外交官的话 使用台湾人太鸵鸟心态 把头埋进沙子里 这个平行时空到底要怎么解释啊 是媒体和老外一起 唯言耸听 唯恐天下不乱 还是台湾民众爱当缩头乌龟 然后去我过头了 嗨我是独地记者娟竹 一屋延长了 新了一年也开始了 认真问 所以幸好台湾是真的要打仗了吗 此时此刻的中华民众 正处在72年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 九里右舍吵架打架 真快飞钓 所以如果我们上过 我们会不紧张吗 如果您问我 我恐怕中国能够真的 推出台湾对台湾 如果有这些战争 我们都没有比较多的 只要关注 其实不用怕啦 怕什么 对不对 我们有国军在 喂 中文的名字是梅惠林 主要研究 中国军事 和国安政策 BBC CNN也有几次邀请这位军事专家 来谈台海局势 这个军事专家的主要是 在历史上 很多年 中国不曾有军事的能力 以使用军事专家 但现在 既然有重要的军事专家 以及习近平的目标 似习近平的目标 似习近平的目标 中国会认为 将军事专家的军事专家 要看懂习近平的野心 我想先给你看一张图表 这是郑大作的权谓民调 在调查 台湾人是想要尽快和中国统一 还是想尽快台湾独立 结果发现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都希望永远或是暂时 先维持现状 民意常年都没有要统 也没有要毒 过去起际的政府立场 也都是如此 好比说马英九都主张要 维持台海 不统 不独 不虎 的现状 蔡英文有没有说要 正式宣布独立 因为 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 我们也会全力阻止 现状被片面改变 对习近平之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说 台湾不要真的独立 不要这个冤走高飞 这就够两岸相应无事了 但梅惠林说习近平跟他的前任 并不一样 我认为习近平 他并不想自己 比较强的 比较能力的 比较前任 习近平的 习近平的野心更大 他不要只是跟前任一样 防止台独 然后维持现状而已 他要真正促进祖国 完全统 以前我们的政策叫防毒 现在叫出统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而且习近平并不是说说而已 研究中共的政大教授跟我说 统一这件事情 以前中共比较是韩恩口号 但习近平是真的进入探索和实践了 其实从去年大概10月10月开始 中共就一直在统一后这件事情 统一后台湾的财政 就归台湾所有去改善民生啊 统一后干什么 统一后干什么 中共国务院前年 甚至还把北京通到台北的消贪网都画了出来 预计2035高铁通车之后 对案民众要 坐上高铁去台北 高铁目前是还没有来啦 但是战机已经升到了 过去两年来 中共平均每个月都有快21天 会派军机来问候台湾 去年8月共青甚至天天来报道 就是这么勤奋 每年骚扰台湾的次数也一年比一年多 去年是第一次突破千次大关 超过1700次 这不是真爱 这是恐怖情人 说到这里 习近平对台湾的决心跟 呃怎么说呢 执念应该蛮明显的了 我觉得习近平不够了 他说他想要运动 他很明确 我认为他看起来 问题来了 台湾维持胜状 不同也不独 到底哪里爱到他了 台湾到底怎么诱惑到共产党了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 一定要把台积电 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到中国手里 好哦 你不尴尬的话 尴尬就是别人了 除了把台积电整弯捧去 习近平还有一个比较高大上的理由来统一台湾 这个理由就比较让人匪夷所思了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是这样子的 对习近平来说 统一台湾是证明中国已经再度伟大的必要条件 你说干嘛再度伟大 中国不已经是个强国了吗 嗯不完全哦 这个在中共被称作国师的国际关系教授是这么看的 他说中国目前还活在清朝末年列强入侵的耻辱之下 而台湾就是这个百年国耻的最后一页 台湾解决我们百年国耻就彻底就翻过去了 整个民族自信上升 我们中国人的心态会健康得多 现在这种自卑自我污蔑影响很坏的 换句话说 统一台湾可以为14亿中国人打一剂强心针 让他们重新抬头挺胸 但是这位国师没有说的事情是 统一台湾还可以让习近平自己也走上全力颠覆 你有想过吗 中共历史上这么多领导人 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把台湾拿下来 习近平如果可以成功侵略并占领台湾 那他会比毛泽东还要更加伟大 所以让他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 让人担心的是 习近平还确确实实表示过 两岸的政治分析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似乎在暗示他好像真的有点急 他好像真的希望在自己任内称还大权在握的时候 把台湾拿下来 镶在自己的王冠上 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小看台湾现在的处境 但其实会不会危险 完全在习近平这个一念之间 那他老人家还有多少时间满足自己的野心呢? 习近平在去年秋天确定连任 至少会从2023一路当皇帝当到2027 他现在是69岁 2027的时候是74岁 有人认为74岁之后再来搞定台湾 可能有点太老了 没体力了 更重要的事情是 2027之后还能不能再连任一次? 不好说 如果他真的想要利用台湾让自己名流侵蚀 那他可能只剩下4、5年的时间了 想超越毛泽东的话 2027就是下的deadline 许多人预言中共2027攻台就是这样子来的 当然 不信这种说法论点很多也很有道理 我们晚点的展开来 不过统一就统一 为什么是攻台啊? 不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 难道中共已经彻底放弃革命统一了吗? 我不知道你作为台湾人 你怎么看待台湾人自己 但梅惠玲看我们 他对台湾人的骨气是很有信心的 他觉得我们不会因为中共 给了一点小恩、小慧、小好康啊 就随便放弃我们的自由之声 去跟中共统一 中国的流氓行政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反感 它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社会组织 你去跟它统一 你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 梅惠玲认为和平统一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是这么告诉美国媒体的 I do not think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going to agree to be a part of mainland China without Chinese boots on the ground 去年的民调 台湾只有8%的民众对中共政府抱有好感 讨厌共产党的超过六成 而且四十岁下的年轻人还普遍比自己的爸妈更反共 每四个人就有三个人讨厌共产党 过去三十年来 台湾有越来越少认同自己是Chinese 也越来越少认同自己是Taiwanese同自己是Chinese 倒是有越来多认同 我是Taiwanese你不要叫我Chinese 中国人这个标签可以说是一年被一年还要不受欢迎了 所以中国民众开始在问了 台湾现在认同一个中国人越来越少 是否还有和平统一的可能 如果没有最佳的武统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有人已经不耐烦了 等我们的宝岛回来已经懂得太久了 我不想再懂了 真的是一刻都不想等 台湾还是赶紧拿回来 我等你不耐烦了 其实这样已经是时间太操了 老百姓在喊武统 台湾人可能见怪不怪了 可是我连中共官员都考虑要放弃和平统一 这就值得我们把皮绷紧了 我曾经跟共产党员的谈论 有很多中国人的谈论 对平统一的谈论 而且这些谈论是允论的 更让人不安的是 他们还真的愈要有自信计可以打赢 而且这份自信不只是单挑台湾而已 中国现在认为 他们可以在某些状况上 赢了战争 甚至与美国的关系 我认为这种信心 是很难为 Xi Jinping 考虑要做这些 台湾问题现在可以很肯定的讲 就是美国干预 我们也能答应 如果只是听中共国事这样讲 我其实会觉得他是在碰轰 在虚张声势 但连惠林一个美国人 他也写文章要美国加油 连他也认为美军还不够强大到 必定可以保护台湾 这就让我非常非常困惑了 美军怎么会没有能力保护台湾 要确定耶 美军不是世界预留军队吗 中共不是老二老三而已吗 如果你去查中国的国防预算 确实中国的国防支出稳定成长翻了快十倍 但是对照美国的国防预算 美军到现在还是比解放军有前三倍耶 那个国师是在臭屁什么 如果你比照美国和中国的舰艇数量 确实中国已经在2020正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 但是美国重职不重量 还是公认战力最强 那美惠林又是在担心什么 你懂我的困惑吗 而且别忘了美军还有一项关键优势 可以保护台湾 我们有友谊的优势 中国没有 日本军、澳大利亚军 其他友谊的优势 可能会与美国与美国 那会有很大差 既然如此 美军更有钱 更有战力 还有更多盟友 听起来他们要在台湾海峡打败中共 应该大有可为才是啊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专家在模拟台海开战 也就是在兵棋推演的时候 结果却显示 我们只能惨胜解放军 赢得很难看呢 为什么我们非但没有大获全胜 赢的代价还有这么大 伤网还有这么多 现在还有不少模拟显示 美国和台湾会吃败仗 连美军仗也都坦诚 我们在兵退中输惨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嘿 先不要走开 我知道谈到军事就让人很想飘走 我答应你讲重点讲白话 解放军的知性是这样子来的 没有错 美军的拳头确实是世界最大 但是要去离台湾就是一个太平洋这么远 反观解放军他们的拳头虽然比美国小 但是他回到台湾的速度会比美国快的多 因为去一个两岸的不过就是一个台湾海峡而已 这个是非常接近的 美国的美国的力量 在印度派的领域 在印度派的领域 其实是在美国的领域 或是在海外 他们不是很接近的 所以在北京 他们的时间是比美国的时间 比美国的时间是比美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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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是比美国的时间 换句话说 中共在台海是有主场优势的 他们是有地利之变的 这意味着是 如果中国移动快速 和快速 可能有很少 美国的时间是可以做的 所以中国移动的时间是 然后战斗就结束了 但是再不足以让中国相信 自己可以打赢美国 前面提到 美国的盟友确实很多 过也因为这样 美军要保护的国家其实也是多的 美国的盟友要保护的国家其实也是多的 美国的盟友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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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盟友 一个是离台湾进来这种地利之变 一个是这种只为台湾的战略决心 多让中共越来越相信 就像我前头比你小 依然可以在台海打败你 可是战争好残忍哦 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 你能想象我们要跟志爱道别 排队领航上场打仗吗 我真的没有选择 因为这是我的家 你能想象家里的毛小孩 因为战争没有人故而露宿街头吗 你能想象台湾爆发逃难潮 甚至是变成国际难民了吗 我有一个受访者一直在呼吁美国跟日本 赶快开始讨论要如何接受台湾难民 我听了好难过 所以我们只剩下四年的岁月静好了吗 多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吗 不瞒你说 我会做这些的影片 确实希望台湾人可以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是带着乐观的心情 做最坏的打算 说一个好的消息 美国多数的追选都比我们前面说的更乐观 真的认为中共已经彻底 放弃和别人同意的人其实蛮少的 关于2027中共攻台这种说法 大部分的专家也都不买单 I don't believe that for a minute I think that's completely unrealistic How so? Well because the cost here are enormous 所以我统台湾中共到底要损失什么 中国有可能不打台湾吗 下一集影片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台湾人可以乐观一些理由 中国的网友非常非常喜欢幻想统一后的台湾 有人在101打算符合中共美学的爱国标语 新一区的豪宅大楼五星旗飘扬 新门店也有台湾省欢迎民的简体字看板 大陆网友非常喜欢讨论 武统有多么容易 早上出兵 中午统一 下午核酸检测发身份证 晚上一起看新闻联播 第二天一早 升国旗 奏国歌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研究统一后 台湾买房怎么选 高雄市环境不错 临近墾丁度假区适合养老 台南这个地方 不要到那儿去投资 因为那地方是深绿大的赢啊 这影片我都很好奇哦 如果入侵台湾真的会跟大家 陪我想象的一样轻松容易 那为什么中共到现在还没打过来呢 嗨我是独地记者娟竹 认真问关于中共武统 台湾人有没有一些乐观的理由呢 咱们中国魔界的全都赢了 回家吧 上一集影片我们解释了 中共可能在2027 攻打台湾那几个理由 但是至少在美国 多数专家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观 这是美国一个针对 懂台湾、懂中共的专家所做的民调 真的认为中共已经彻底 放弃和平同意的人其实蛮少的 多数人觉得中共还没有绝望到 需要直接出兵 关于2027中共攻台这种说法 大部分的专家也不买单 包括了他 我一直不相信这一分钟 我觉得这完全不实现 他是史丹佛的政治学者 齐凯利 研究台湾政治 还有美中台关系 已经20年了 美国很多次讨论台湾的报导 或检讨会上 都有他的身影 他是一种领导的天赛 在台湾研究中的学校 齐凯利不只研究台湾 也热爱台湾 来台湾超过20次 上一集的梅惠林在台湾 进见总统的时候 她也在场 她很忙里偷闲 去吃了一顿永和豆浆 然后在Twitter发文 引发外国网友骚动 这位永斗大使 虽然跟梅惠林一样 都在Stanford做研究 但他们对中共武统的意见 非常非常不一样 两个人还曾经在同一个 顶尖外交杂志比赞 因为齐凯利认为 武统的可能性被过度夸大了 为什麽? 因为第一 它会非常贵 我肯定希望他们会知道 台湾的逃亡 不是只会短短的疾病 它会变得更改变 国际经济的位置 它会阻止中国的领导 在近50年 这是台湾最危险的时代 却也是台湾人员最好的时代 美国一个百年老机库 去年做了民调 中共如果清台 美国每四个人 就有三个人会支持 政府经济制裁中国 而且不止老美 会愿意惩罚中共病吞我们 这条大学调查 全球21国民众的想法 有20国民众都同意 台湾如果被入侵 我们要重重制裁中国 其实是中立国瑞士 他们去年也放出讯号 他们不会在台湾 被入侵的时候 袖手旁观 具体损失会有多大 最常被引用的数字 来自七年前的这份研究 是美国一个无党派的 非盈利基库做的 中美两国如果交参一年 中国的GDP 可能要打七五折 甚至是六五折 也就是萎缩25%到35%的概念 这是俄罗斯去 入侵乌克兰所付出代价的 七倍之多啊 不过先别开心太早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 因为习近平这几年 似乎越来越不把经济发展 跟GDP放在心上了 他好像更在意政治安全 跟控制社会 如果习近平为了要坚持清零 为了要牢牢控制中国人民 他甘愿牺牲中国的GDP 那我们可能就很难保证 他必定会因为GDP萎缩 就打杀武统台湾的念头 然后放弃控制台湾 不好说不好说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就算今天中共勒紧裤带 咬牙撑过了所有武统带的经济制裁 在统一台湾之后 要控制好台湾社会 还是会继续给中共烧成的 你有想过吗 我们虽然常开玩笑说台湾是鬼岛 但是在中共眼里 台湾可能真的是做鬼岛 选择中共集权 选择中共集权 台湾不是香港 我们的面积更大 我们反共历史也比香港更长 统治台湾会比统治香港难很多很多啊 这个是对岸的重量集权者也必须承认的 解放军有一位少将也很务实的想过接管台湾的成本 我之所以说他务实 是因为他并没有天真期待 沃通的台湾会长将 或长将 他说台海一旦开战 岛上百废待举 台湾人都失业了 中共到底要花多少钱重振台湾经济啊 而且解放军一旦入侵 台湾会有两千多万敌视中共的刁民 到底要怎么维持台湾之安啊 得花多少钱养军人警察啊 这个代价之大 难道不会拖垮所谓的中国梦吗 我觉得少将说了是有道理的 如果这里有多案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你真的希望自己辛苦挣了纳税钱 都被共产老花在重建跟管理台湾这座破岛 而不是在建设你自己生活的老家吗 就好像齐凯莉讲的 除了要赔钱之外 中共如果对台湾动手 恐怕很少国家会再相信 它是一只友善无害的熊猫了 有时会认定你就是一只四处攻城掠地的战狼 战狼献身 人人自为 那些愿无不想选变战的国家 也可能为了自保而向美国靠拢 加入美国一起围堵中国 其中最值得中共担心了应该是日本的反应 台湾跟美国的专家都不约同跟我说过 中日关系现在已经很恶劣了 中共如果把台湾拿下来 日本可能在危机感驱使之下 拥抱核武来保护自己 不要少看日本 日本是有这个本系的 换句话说 中共如果无统台湾 你把台湾黑熊打趴了 却逼出一只更危险的核武黑凤凰 而且就住在你家隔壁 这恐怕是得不偿失啊 英文有一句俗语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许愿需谨慎 恶愿会成真 有没有可能武统台湾实际不会让中国更安全 反而还会团结全球的反共势力 而让中国更危险 有没有可能武统台湾其实不会加速中国崛起 反而会拖垮中国经济 而让中国丢掉大国地位呢 All of that presumes that they succeed they could also fail 还有没有可能武统台湾其实根本不会成功 发18解放军 拜拜再过台湾海峡 送来给台湾跟美国当战俘 这恐怕不是很光彩耶 习近平要怎么跟我们这段男朋友们交代呢 If I am Xi Jinping looking at the PLA They haven't fought a war since 1979 They talk a good game about how much they've modernized and how much equipment they have They haven't demonstrated it 毕竟世事难料啊 在普丁入侵乌克兰之前 有谁预期乌克兰能撑到现在吗 Nobody is going to break us We are strong Where Ukraine is OK 既然武统是有风险跟代价的 反过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哦 台湾对习近平来讲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们真的是习近平这么多代办事项当中 摆在最前面最急不过的那一个吗 我们都不会读新术 无法读习近平的心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但是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的公开发言来揣摩台湾对他的重要性 这是习近平在2021共产党建党百年年讲稿 关于台湾的篇幅其实在整个演讲不到3% 而其实在演讲非常后面才被提到 在提到台湾之前 习近平还先洋洋洒洒 列了共产党为了要达到的九个目标 所谓九个必须 而统一台湾并不在这九个必须里面 美国一个权威智库就认为 这某种程度代表了 他有很多不同的目标 他不明显他会选择台湾 他想要更多危险 时间快转到去年秋天 当时间平在报告 他连任后要把中国带往哪里的时候 他也详细列出中国未来几年的一个目标清单 然后又一次的 2027的目标没有统一 2035的目标也没有统一 其实是推动令人发展的篇幅 都是统一台湾的两倍啊 你发现了吗 习近平的野心很多 他是不是真的什么都绕着台湾转 我们其实不能确定耶 没有错 习近平确实有讲过 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听起来统一台湾真的是他中国梦的重中之重 可是他本人其实也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仅需要安定环节的国内环境 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有没有 台湾确实很重要 但习近平可能不是只在乎台湾而已 他真的会愿意为了台湾 让对外人们过苦日子 让军警销被轨岛拖垮 让中国与世界为敌吗 这个就是习近平想打造的中国梦吗 习近平觉得不不不不 习近平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常想看哦 过去七十年来 两岸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啊 中国真的因此损失了什么吗 没有 中国真的因为少控制了台湾做的岛屿 而停止成为强国了吗 也没有啊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台湾 因为他们统一对中共不止没有这么重要 其实也根本没有这么急啊 没有错 习近平确实常讲 两岸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好像统一真的很急 很有时间压力 但习近平其实也说过 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 时间与趋势对中国是有利的 什么趋势 东升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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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 they assume the US is a power in decline China is going up US is going down and so if the US is going down why move now why not wait 10 or 15 years until the United States is even more dysfunction and less willing to support partners and allies 等到未来中国国力更强了 美国也摔塌了 无法再当台湾的靠山以后 让台湾自己倒向中共 所以对中共来讲 不是更省事吗 就好像务实的解放军少将讲的 中国先复兴起来 再回头几着台湾问题 不是更易如反掌吗 so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sense of urgency in Beijing or there shouldn't be if they really believe their rhetoric about China's rise and the US decline 怎么样 你有被这位勇斗大使说服了吗 我其实还没有耶 我觉得共产党或许不急 他们或许没有时间压力 但是他呢 这个人今年就满70岁了 他还有多久可以等呢 他真的可以接受统一台湾这么神圣的事情 变成他的未经之夜吗 他真的可以接受统一 没有跟他的名字一起被写进历史课本吗 我觉得我需要call out专门研究习近平的专家 老师那我们开始了 好 我个人认为2027之前 中共武统台湾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他叫王信贤 钻研中共政治 蓝绿两党还有台媒跟外媒都会去跟他求教 好 下一题 以前大家在谈中共可能在2027武统台湾 很常提到的理由是 习近平要赶在他第三任结束 也就是2027之前 把台湾拿下来 他才有筹码向党内其他派系证明 我值得你再让我做一个第四任 他假如说第三任能够把台湾收回来的话 他要不要做第四任那随便他了 但是习近平去年秋天连任以后 王信贤觉得习近平或许不那么需要台湾了 因为以他在中共的权力之大 要不要做第四任 恐怕已经随便他了 这是今年之前 中共最有权力的七人 和他们各自代表的派系 今年开始之后会变成这样 你发现了吗 习近平已经把其他派系全部都消灭了 既然中共七巨头已经全部是自己人 他还有需要利用台湾去向谁证明 我有资格再做第四任吗 从我目前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的权力是非常非常稳固 他已经不需要借着解决台湾问题 来当成他在延任第四任的这个政治筹码 换句话说他2027就是连任定了 基本上连任定了 目前看起来是 如果他胜利不出状况的话 既然习近平至少会做到2032 他还有十年的时间 要赶在2027之前 搞定台湾的动机跟压力就比较少了 反倒是习近平如果在2027 就要找人接班就要退休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但目前看不到接班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 2027之前不打 不代表2032之前就都不会 就算习近平在他任内 都没有对台湾动手 习近平依然可能找一个 完全受自己控制的接班人 来接替他的位置 让他在交棒以后 依然可以用垂帘听证的方法 来修复台湾 他的接班人会把这个功劳 是记在习的手上 但是作为台湾人 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一刻的到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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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